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生向晚之时 看淡一切 回归自然 即便是退休 也有专属于自己的快乐和幸福 一 看淡得失 调整心态 苏氏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 丰富多彩 二十岁 苏氏首次出川赴京 试卷因被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拱所作 只得了第二 四十三岁 刚掉任胡州之州不到三个月 苏氏就被人陷害 被捕入狱 在坐牢的一百零三天里 其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 出狱后被贬黄州 虽然心形低落 但绝不影响他追求幸福的生活 在生活的剧变中 他渐渐看清了生活的真相 人这一生 就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 从小到大 我们都不得不接受种种失去 失去心爱的玩具 远离故土 转身及时来生的朋友 面对如此种种 我们都无可奈何 唯一能弥补的就是擦掉眼泪 调整好心态 继续前行 刚退休那段时间 工作没有了 昔日的朋友联系少了 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 此时内心落差极大 心情失落压抑 很难适应也属正常现象 以前看过一个故事 曾经有一官员退休后 失去了前呼后拥的场面 连早请示晚会报也没有了 心里落差很大 予以寡欢 官员的老婆见此心生一气 把每天要买的菜做成单子 临出门前让她签字批示 这位官员一件请示单顿时打了鸡血 心血澎湃 那种感觉又附体了 于是大笔一挥 同意 那以后 官员的老婆就把第二天所有的开支做成报告单 一大早就放在官员的书桌上等她批示 让她继续过过关影 这则故事看似荒诞 却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些人的内心被欲望所困 产生的病态心理 还有一些人到了该退休的年龄 还不舍得让位 甚至想利用自己的余威影响单位上的人和事 仔细欺人 这是何苦呢 退了就退得干干净净 把时间放在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上 或者陪家人外出旅游上 或者去山野间小住 或者挤一点时间健身 如此乐得自在不好吗 有多少人真正懂得无关一身心的道理 退休后要尽快调整心态 淡忘过去的工作 随缘随心 全身心投入到新的生活之中去 这样才会有一个平和安详的晚年 二 少帮扶子女 多存钱 俗话说养儿一百岁 常有九十九 在父母眼里你是永远都长不大的孩子 子女成年以后 作为父母就没有义务抚养他们 但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父母依旧操碎了心 眼看子女缺什么偷偷买来补上 眼看子女过日子过得艰难 悄悄拿自己的钱去补贴 他们总以为自己拥有的迟早都会留给子女 就算掏空自己的储蓄也无所谓 然而并不是所有子女都有孝心 即便是有的子女想感恩 若是自身条件不允许 也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旦遇上风吹草动 这时候又没有积蓄 晚年会过得很痛苦 为了自己晚年有保障 多存钱吧 正如俗话说的好 儿友 女友都不如自己有 讲一个我身边的故事 李大姐好不容易熬到退休 本以为可以一样天年了 谁曾想儿子总不让人生心 都说麻绳偏挑戏处断 厄运专找苦迷人 备受命运折磨的李大姐 腹部以眼见的速度一天天鼓了起来 好事的邻居在背后捕风捉影 天有假粗 只有李大姐有苦受不出来 早前已查明病因 腹部长了个肿瘤 医生说是良性 李大姐一听这话 干脆就不治了 也没有前置 心想大不了自己遭罪一点 毕竟手心向上 找儿子要钱不是首选 后来在社区的协调下 爱心人士纷纷捐款 帮助李大姐做了手术 欢喜人间万般不同 这样的故事身边也是有的 人到晚年要明白一个事实 经济是基础 健康是财富 若是两者兼备 晚年的幸福就拥有了保障 人最大的依靠是自己 别把子女当成唯一 父母眼里只有孩子 而孩子眼里还有三千繁华 若是指望子女像父母对待他们一样 以心换心 彼此后代 那无疑会让你寒了心 晚年之所以不幸福 是因为年老体衰再难赚钱 唯有自己攒钱给养老 才最靠谱 虽说亲情比钱可靠 但在既是未知 又不满坎坷的晚年 钱或许比亲情更可靠 退休后 如果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不要轻易地拿钱补贴子女 不光是放纵子女养成 好意恶劳恶习 也害了自己 三 看淡事情 孤独一清欢 退休后 很多人选择参加集体活动 觉得这样就不会与社会脱节 与人交往 会让退休后的日子过得繁华精彩 自己也不至于感觉孤独寂寞 有人喜欢热闹 就有人喜欢安静 不是参加集体就是合群 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的 就是不合群 没朋友 即使退休了 看淡合群 独来独往 也是一份清欢 历经前半生的打拼 藏葬后的独处 是内心身处的一份清浅 是时光的馈赠 也是清风明月里的 诗意清欢的享受 56岁的梅姐 最输的时候 是跟随队伍一起打拳 经历过一些事实非非后 她选择独自打拳 偶尔也会跟 投缘的相伴一起切磋 梅姐说 退休后 看淡关系 看开合群 一个人的独处时光 也是一份美好 和优雅先行的风景 简单生活在 尘世间的烟火里促联 生命 因享受独处而明媚 时光的静好 看淡合群 获得轻松自在美妙 在一周一饭里 升华生活的诗意 在一书一茶的清欢里 享受生命的纯真 在一花一叶里 收获快乐 在一草一木间 收获安宁 退休后 独来独往是常态 儿女会在 不知不觉中长大 然后成家立业 会忙各自的生活和事业 好朋友也会因事实无常 而聚散离合 正如庄子有言 自夫子之死也 无 无以为至矣 无 无语言 之矣 这是庄子路过惠子坟前 时出情生经 说了这么一句话 意思是说 打你离开人世以后 再也没有人可以与我 失际之人了 我也无法与人论辩了 逍遥游 如庄子 也有感到孤独的时候 可见 云云众生 谁都无法避免孤独 细细品味 生命的本相就是如此 没有谁能陪伴你走到最后 很多时候 你只能和影子相依相伴 人生来就是孤独的 就算你融入人群 你也会发现 依旧得不到想要的一切 不爱你的人 依旧对你爱理不理 不懂你的人 解释万变也是对牛弹劲 强容环卫 还不如在自己的世界里 栽花种草 享受一个人的情欢 在独处的光阴里 无需惶恐 无需怯弱 在这闹腾的世间 寻语清静 安放自己的灵魂 竟也看日出 雨微不莫上 山光野景 人嫌诗酒茶话 或者什么也不做 沉淀内心 静听风声过灵 享受这片刻的安宁 你会发现 独处并不是寂寞 而是一份 难得的情欢 退休后 不论曾经多么的风光 我们也重要于平淡和解 走在建老的路上 安安静静地一个人走 去适应越来越平淡的生活 这时你才知道 只有健康的身体 才是自己的 尽前名利 不过身外之物 看淡过名利路 看淡成败得失 看淡儿女情潮 用一颗美好的心去滋养日子 与时光温柔相待 与过去握手言欢 静观亭前 花飞花谢 笑看天边 云圈云树 从此 万千山水看淡是烟云 世间繁华 放下 便是从容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 点点订阅 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